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时候呢,我自己处警深情,难免得想起了我第一次看见老斯莱斯汽车的情况 那是1985年,中国还是非常封闭的人员,我第一次到香港,在中环,看见高楼大厦,经的古墓登口员 就在这时候,一辆豪华无比的大厥车从我身边悄悄洗过 我只注意到那个开车的司机,穿着起服,面部表情,极其端端的演技 这时候,我的朋友跟我说,这个就是世界上最顶级的叫车,叫老斯莱斯 也许这辈子我们有机会能做一会儿 我当时只有土象,因为我在左边,那个司机的工资是比我高十倍还是二十倍 实际上大概是二十倍,因为我当时的工资是人民币二百倍 那个司机的工资,后来我知道这种类型的司机的工资大概是在四千里面 我当时急着的是,我到香港接受访问,主人往我三天的饭和整个住的地方 当天晚上我要到哪里住的地方,是我的主要东西 这就是我,我们当时创建的时候的经济状态 但是,穷虽然穷,我们还是有志气,有愿意,有坚定不离的意义 所以,就开始把企业越过越大 由给按钮做代理,到形成自己的品牌 当然,中国的无数的风险 到了九七年代初的时候 中国政府允许外国的计算机进入中国 因为那样对中国各行各业的信息化有很大的好处 而这时候,像我们这种中国的品牌 就受到了呼呼其来的严重处击 中国国家办的一个最大的电脑公司叫成长 一年之内就被吹垮了 而我们对于联想和当地的NDS和HP和康顿相比 那些小的不能再想 无论是从资金和技术和管理等等角度来看 那真的是大帆船和大军舰和小帆船之间的品种 但是我们没有气力 调整着自己的结构 调整着达马和这些企业展开的竞争 最后的结果是 到了2000年以后 我们联想占了中国市场的27%稳居地位 在这之中,我要特别说明 我们没有收获中国政府任何特殊的严分 就在这个时候 戴尔进入中国了 戴尔由于创造的新的商业模式 从美国打的东东无人能当 于是在中国市场上 我们也节节败重了两个人 但是我们又新色地研究了戴尔特尔 又创造一个自己的业务模式 在2014年一战拿架在 从未来开始时 但是在中国的市场上 再也要超越过来 到了2000年以后 我们有做了一件让人吃惊的事情 就是拼用了ADMPC 所有的中共朋友都为我们叫好 叫好的是我们的勇气 说你们敢做这样的事 就是死了也可 但是没有人相信我们会成功 当然最后的结果是经过了千万万千 现在我们可以讲 我们确实病毒成功 病毒之前 我们在我们这个公司的营业额 是29亿米 而2011亿米 就是去年 我们的营业额 是296亿米 被停回了世界500强的 第370岁 病毒前 我们在世界市场份额 是28% 现在是14.7% 排在第2位 第一位呢 为了HP 是14%上去 你看 我这仅仅是在说理想话 仅仅是在说自己话 不是 绝对不是 我是在主一个我最熟悉的地方 是主一个我们中国企业家 成员是一个我最熟悉的内造人 在中国企业家企业的企业人之中 绝大部分都是民营兴 他们的营业额都是千一百亿 他们和我一样 不是穷光板出身 但是 自从高临 一致坚定 善待人工 兼顾社会责任 所以做到了今天 我们这个人 各企业家 中国企业的 管理上 两万亿的民营党的经历人 我们仅仅是在中国企业家企业部吗 不 也不是 我们代表的是整个中国民营企业 中国民企现在占在整个中国GDP上百分之六十 解决了百分之八十的就业人 当然 在千千万万的民企之中 有少部分或者极少部分 不讲诚信 不讲道德 只副短期 给中国的民营企业 给中国的军事带来的奇幻的痛响 也给中国民众的生活带来的很大的损态 但是 中国市场军事的时间 仅仅只是三十五 所以 余沙 巨下 尼龙混杂 这是必要的 但是我们绝不认为 正因为这样 所以 才有什么 中国企业巨龙 我们作为中国民众鞋的徒养 我们要坚决徒养 以诚信为主的商业正习 我们坚固的社会责任 正因为我们自己要做好日子 我们的愿意要做好日子 所以我们努力的工作 不断地创新 创造家人 所以我们希望有好的环境 希望中国好 世界好 整个地球都好 我们希望合作 因为只有合作 才能把骨做到 每个人才能分得更多 所以我们远入英国 到这里来 宣扬你们的观点 尋求结合 在英国 我们已经出过了 愉快的 茫茫公路的四天 这四天 我们到过 毛斯莱斯总部 到剑桥大学 阿姆公司 李约瑟研究所 罗斯材德家族 到维珍集团 到 外奏摄政品协会 到伦敦金中城 英中贸易协会 英超总部 波克尔集团 等等等等 并参加了 N多个演奏会 N多个拍手 在英国 我们受到了特殊的抗讯 高费量的接战 昨天 首相 在百王千王万王之中 会议 我们说了 我们该说的话 学习到晚 我们要学习的东西 连天气 都对我们 进行了高费量的接战 我们来之前 深属中国这里 是英与天气 所以每个人 都带了很多美衣上 但是我们到了那儿 这不是一个别人的放弃 不是到今天 前两天 隔天部长 跟我们说 这是他 特意安排的特殊 我要对他特别 进行感谢 原来国里面是我们的 但 未来的几天 我想 一定会更精彩 最后 我要衷心感谢 支持 赞助我们整个行程的 老马公司 并且感谢 中国驻英使馆 和英国驻华使馆 尤其提案 已经随时的媒体朋友 在所的随所有朋友 特别感谢 父亲 感谢 郭宝康先生 安排的这次表演 祝明天的奥运成功 祝朋友们 万事努力 谢谢大家